Hello 大家好 今天山田教大家如何做好醫生 看到嗎?A++ A++ 救護車也一樣 全部我拿A++ 很辛苦才能拿回來 而且我這成就是100% 想到自己解成是解的很辛苦 不過今天我就不會教大家如何拿A++ 其實都是 因為我嫌他犯,而且我做了很多次才成功了一次 我今天教大家是怎樣做手術 例如如果你想做老部A++的話 你要用電鑽 但我現在就不用了,免得犯 我用錘仔 錘仔就這樣對準一下 波濕去 如果用A++的話就要用電鑽慢慢轉 因為電鑽雖然你同時轉的腦很傷 但如果你小心一點的話 他可能很有效率地幫助他整個頭開骨 OK 拿B 然後教大家做心臟 還有 不如我試試用A++給大家看 因為心臟比較容易 相比其他來說 有些人很難打 有些人很難打 還有這個風向 喂,關掉了 我最恨這隻的東西就是有些人有一點點 我改用電鋸 電鋸也很好用的 記住 由於鋸臘骨會扣很多血 所以大家不需要鋸斷整條臘骨 只鋸右邊可以 另外不要鋸掉他的肉 否則會流很多血 好 搞定 另外你看到有兩支針 綠色的支柱針很重要 哎呀 最重要的針突然反轉了 藍色的針要來解毒用 因為如果你自己個人打綠色的針 你會有眼角 算了 我想我也未必用不著那支針 好 好啦 先把肺放進去 把肺放到身邊 就說 喂 這個肺 拿走那些辣骨 不要妨礙自己切東西 好啦 現在我要切東西了 首先要吃到切斷,因為要吃到會阻礙你擺身狀 完成 然後就是切除動物 靜蠟 要切斷,我先拿把刀 你擺就行了 我擺個之原因 我衛應該要頂魚了 這隻手 看來很光 舌頭 靜蠟 還是靜蠟 好像是靜蠟 好了,一刻一刻 拿了你的心狀去 差錯了 不要緊,我都切到 這個比較麻煩 我要欠缺少少爛刀 可以 糟了,他留了幾天 不過不要緊,趕得切斷才行 應該 所以不需要幫他打穴針 不然拿一把吊轉了針 很麻煩 最真正的情況 經常打不到位置就行了 看到了,A++就是這樣拿了 最後就是這個腎狀 其實不止的 還有這個Mid the Medic 還有這個 太空任務 做完太空任務之後 就有這個大學畢業證書 好了,這個任務就 基本上你不需要移除他的骨 我幫你蓋頭的R.I.P 我幫你蓋頭的R.I.P 真的說我現在是刷掉他的骨 啊! 沒有流血 最先就切這個位置 然後大搶在這裡 還有這裡 好像還沒斷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流血流血快樂 也行 希望不要弄散的針 那些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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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判斷錯誤的情況 OK 切一血 不是還買的 啊... 啊... 搞定了 搞定了 真的... 那些人全手術板都無謂在這裡了 甚至是汽水瓶也有 好啦,然後請來吃豬...豬大腸 唉...很漂亮的豬大腸 你為什麼要圍繞他的頸部有成就解 吃完豬腸之後吃豬雜 不是 牛雜 牛雜 別理的 人雜 要切斷的就是 這個位置 幽默 那條幽默斷了 那條幽默斷了 好像流血了 誰拖到豬雜 其實都整個豬雜的龍馬一齊 切斷完妖母之後就是 啊不是 這一關是妖母 我忘記了 好久了 截了一個生脈 OK 又流血了 經常都提示是靈 但他的流血真是 不會死多塊的 這個遊戲 不會弄遊戲 打針啊 對 威嚇 這是一隻 人拍葉 是人杂 好了 還有一個肛 肛 要趕時間的話,你不需要用光劑 先拔斷了,不用切,可以拔斷了 很麻煩,為什麼要試試拍影片才有意外 好,搞定 還是我的光這麼頑皮,先拔在地上 這麼頑皮呢?在地上 好了,接下來是切斷他們兩個神盔 一條東西 切 切 切的,可以了 再切了 斷了沒有?一陣子還沒剪定 好像還沒斷完 又開始留完 當著他斷了 當我直接可以打爭 可以讓他吃了這些血 OK 接侵了血斜 又是 嗯,接下來就是遊戲設計有一個很大的缺憾 就是右邊的神可以拿出來 但是左邊那個你永遠都拿不出來 那怎麼辦呢? 看這個時候就靠這些東西 你不一定要持根的,你舉起終止也可以 那邊 挖走他 挖走他 挖到移位就可以了,一定要放他出來 很快 他再掃到移位 又要放進去,那洞裡面真的煩了 所以呢,時間 時間那個最麻煩的 腎狀手術 很容易被一塊腎弄到你超市 那護車模式反而沒那麼煩 不然他經常抖一抖一抖 我自己抖出來 暫時應該可以 我試一下兩手撃到他出來 撃不到也不要緊 我給3個神你,怎麼說 第一個把他放在這裏 你可以給他三個神 有點歸雲 打碟三個神 比加加 那... 就示範一下怎麼做這個老步手術在舊車上 其實呢... 本來開換腦已經很低能了 而且還要是... 還要是在舊車這麼多小的地方去做 但見到啊 煙火燈也沒有任何工具 你會看到他可以很輕鬆地撿他頭蓋不大陣 但又沒有扣多 嘿... 那... 我剛剛做多了幾下 所以扣多一點 但是... 如果想拿A加加的話 就要做得少一點了 最後就是換到 那我先講... 重蠻好的 如果要打一天 然後... 那我先去... 那那我先去... 那我先去... 不是太空 因為太空也是玩心臟而已 沒什麼特別 我要示範的是... Meet the Manic 你會做Meet the Manic的手術嗎? 那就...未必... 那是比較好 就是說如果你完全不提供自己沒有怎樣玩的話 那是很麻煩的 所以就教大家怎樣玩 但是...在教你怎樣玩之前 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不是像之前那樣讀的 要拿餅帶 那些很麻煩 餅帶就搞定了 那有時候我上網看片呢 打算學一下怎樣做 但是誰知道有些... 很低能的片呢 就... 失敗了一大鋪上來 然後呢就在那裡玩玩很厲害 失敗了一大鋪上來 不是 失敗鋪上來不是問題 但是呢 你把成就名呢 打在標題上面 壓人進去看 我呢就... 用這個來... 除了辣骨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 幸運的話呢 有試過... 一次過整個辣骨批走的 那如果你想拿A++呢 都是靠這一塊東西 這樣一下子批過去 有機會呢 就整天拿一個批走的 當年呢 我現在失敗了 不過我都說了 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我不是教大家怎樣拿A++ 我教大家怎樣做一個好醫生 做一個好醫生呢 最重要是... 嗯...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做一個醫官琴手 做一個名符其實是西醫 好 因為我原來有辣骨不夠乾淨 清得 嗯... 清辣骨 什麼人說辣骨是不會再生 在Medium Manic裡面 跟Archimidi說 Archimidi也在這裡 在這裡 電腦 好 這一關的心臟移植有點不一樣 你是要完全去除他的內臟 要不然他會阻礙你放一個大型的心臟 真的是不是有這個... 很難拿出來的肝臟 算是切斷他的心臟 用Spy的伙蝶也掉到 Mero 啊 還有這一關是沒得打針 小心點 要不然他... 打碟 垃圾 我第一次玩Meet the Manic最令我懊惰的就是怎樣打開雪櫃 我上面的影片又不教你怎樣打開雪櫃 我教大家就是用手的形狀這樣把雪櫃一開開 我沒想到有些人用棒球棍去捉雪櫃 還有我拿這個心臟小心一點 我有時有時也不小心把心臟推進去 有時也有很多心 那句不關事拿走他 然後拿走他還加重 死開了不過 根據Meet the Manic的劇情就要放這東西 還有如果拿一個小一點的心臟 心臟會爆炸很搞笑 就好像一條片一樣 你不是就這樣把心臟放進去就可以了 我最初就以為是就這樣把心臟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就上網看片 然後上網這片又亂來的 又不教你怎樣去幫HAPPY修補回心臟 不是焗傷口 我見上網有些人那些片不知可以直接把東西拉出來 都不知道那些人是未更新的 用過其他版本還是怎樣 那其實你應該用這支叫恐慌 這樣捉住他這樣扭他過來 嗯...上一關一點 如果你玩時間錯的話 沒有比賽是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你撥好這支的比法 你那些天啊 你放在搜尋呢 他把那些人做過 我找我 你怕什麼 你那些人做得很解釋 那些人做就好 你這樣想要聽到嗎 我這樣想要聽到嗎 我這樣想要聽到真的 是會有 bei 血絞不知所謂 我真的很討厭這個遊戲這一點 好 今天介紹這個遊戲就介紹完了 這個遊戲是否值得買呢 我覺得有點自虐的成分 真的有點討厭 就像剛剛那些位置 經常都說你正不正 越正越壞 甚至有時候 最討厭的就是 快要成功的內臟 要移植的內臟掉在地上 是很多討厭的位置 考驗你的耐性 但始終是一隻很苦玩的遊戲 那大家如果是有耐性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買這隻遊戲 還有啊 這裡有一個彩蛋 看到了 後面寫了一句韓文的 韓文我上網查過的就是 時間的意思 那雖然這個遊戲公司 就強調跟Half-Life 3沒有關係的 這個彩蛋 但我依然堅信呢 它只會用來 用來什麼 消磨我們找Half-Life 3彩蛋的意志 肯定有些Half-Life 3在裡面 算不穩 喂 我家裡今天就拍到這裡 拜拜